月经周期是子宫内膜 在性激素的影响之下 重复地加厚和破裂的周期性变化 每个月经周期大约持续28天 在月经周期的第一天 如果卵没有受精 加厚了的子宫内膜 就会破裂和脱落 子宫内膜包括少量的血液 会连同无受精的卵 经阴导排出体外 这个过程称为月经 通常持续5天 月经过后 卵巢里面部分的卵泡开始发育 与此同时 子宫内膜因为宫血增加而逐渐加厚 预备接受配胎 在月经周期的中段 排卵发生 排出的卵会进入书卵管 排卵过程发生之后 卵巢里面剩余的卵泡细胞 会变成黄体 而子宫内膜就进一步加厚 准备接受配胎 在这个时候 如果卵受精 黄体就会延迟退化 子宫内膜也会继续加厚 相反 如果卵没有受精 加厚了的子宫内膜 就会破裂和脱落 另一个月经周期 又再开始 感谢观看